八仙城爆火焰烧出了台湾对公共安全不重视的根本问题 我们带你来看到邻近的日本 为了确保公共安全在日本举办大型活动时 主办方都必须遵循法规向警销单位提出申请 像是逃生路线以及基本的灭火设备 几天前一辆从东京开往大阪的新干线上 发生乘客自焚事件 引发的浓烟充满车厢内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事发后新干线紧急停车疏散乘客 并在三小时后恢复正常行驶 对于新干线驾驶面对危机快速的冷静应对 许多乘客都在推特上表示感激 其实除了车辆及铁道结构又耐震材质补强 对于突发事故的应对新干线都有SOP 例如万一发生火灾 车辆必须在下一站或过了隧道后停驶 如果在隧道内发生火灾 原则上就要利用逃生踢下车 有必要时从地下的水平坑道逃出 而为了确保公共安全 在日本举办大型活动 主办方都必须遵循法规 向警销单位提出申请 如根据消防法 主办活动需要向消防署提出申请 以确保活动有吸烟场所 逃生路线以及基本的灭火设备 如果需要用瓦斯烹调贩售食物 厨房的设备也必须接受检查 如果是在河边的活动 也必须提出申请 让相关单位评估是否有涨潮的危险 谁都无法预料意外何时会发生 只有防患与未然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新营党的电视整理报道